市議員黃傑在質詢中指出 高雄發電高達95%送中部、北部 供電超過在地用電 建議市府調整高雄市發電結構 減少燃煤因設法加速 輔導企業投資綠能 並要求環保署加速審查電力設施空污排放標準 其實我們南部地區的電力 有95%的時段都是在送中部、送北部 這就是高雄人長期以來一直的痛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幫別人發電 空污季的時候再增加降載的頻率 增加降載的比例 還有希望說我們再生能源要加速的部件 包括說風電、包括說光電 這其實在高雄都是很有機會在增加的 所以也希望說在一些建築法規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條例裡面 都可以趕快去處理出一個能夠施行的 然後讓高雄再生能源的比例可以加速 才可以盡速的讓我們的燃煤機組可以處理 高雄市長陳其邁達巡時指出 非常同意黃捷看法 強調地方政府努力推動綠電燃氣等 應得到適度回饋 所以在中央四大能源原則之外 應該再加上區域均衡 簡單講增加綠電燃氣它必須 努力的縣市 努力的地方政府應該可以得到回饋 所以我也建議中央說在整個能源政策的時候 除了四大原則之外還要加上區域均衡的一個原則 像我們高雄發展燃氣或者是綠電 那應該是要優先來關掉燃煤電廠 這樣對高雄燃電廠這樣比較公平 這也天真第一的事情 那其他的地方政府同樣也要負起 同樣的責任跟風險 你不要綠電 那你也不要天然氣發電 那到底你的電力來源到底是什麼 市議員黃捷指出 今年8月幾項重大公投都跟人員有關 也凸顯台灣能源轉型過程很重要 過去高雄為重工業都市 加速能源轉型 以及扭轉過去南電北送的政策 高雄人不能缺席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